先吃嘛 先吃一点 先吃一点 被机场人员带到休息室 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敏 22号转机到台湾 却跳机滞留于台湾 被中国公安逼出来以后 我希望到美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看到台湾媒体记者表达自己的诉求 陈思敏是中国知名维权人士 过去曾经来台还参观过总统府 在中国因为经常参与六四纪念运动 从2017年开始 陆续遭到中国政府监控以及不当支流 2020年护照以及港澳台通行证 被中国当局注销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它比老挝比泰国安全多了 如果是在中国 这个机场工作人员 马上就可以把我强行迁返泰国了 刚才他们只是询问我一下 陈思敏7月22号从中国边境偷渡辽国 被公安发现后找到通气 还被冻结所有银行卡 因此他又逃到泰国取得难民身份 但为了能拿到美国政治庇护 因此在9月22号搭乘从泰国中转台湾 再到中国的飞机 到桃園机场后选择跳机 希望能在台湾寻求帮助 对于维权人士来台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我国在陆委会 会针对这些相关的个案 进行专案的审查 陈思敏因为没有合法入境文件 如果踏入台湾境内就有可能触发 现阶段只能待在管制区内 后续是否能收容替代处分 移民署则事还没有回应 新新闻刘空如杨仲强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